听过胡长官的精神讲话吧 知道被俘不屈宁死不祥吗 在下知道 你不是演过戏吗 你扮演的角色 要合乎共军旅长的身份 态度要强硬 姓名和职务先不要抢 记住了 要用共产党的语气 你要大谈特谈共党的纽论 胡长官让你来演的 不是投降的胆小者 是要你证明 我军签灭了共军的一个旅 光大我国军的威望 明白吗 那 那这话我应该怎么说 比如 把总裁叫做蒋介石 骂蒋介石是卖国贼 骂国民党是瓜民党 长官 这可是要杀头的 你演好了 有人保你的 还给你瞎讲